我们看到今天 我感觉进入到2022年之后 市场好像对一个话题 有点淡忘的感觉 就是港交所方面 在今年将会要推出这个SPAC 这个特别收购的 这样的一个上市机制问题 那么看到今天币马威方面 有出一份报告 我们来看一看 SPAC将要上马 港交所是否值得 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些关注 跟期待呢 那么这个SPAC SPAC上市机制呢 今年起就会正式生效了 那么币马威也是发表报告 提到说香港引入 SPAC上市机制的话呢 将会促进本地融资管道多元化 吸引更多来自大中华区 和东南亚的公司来港上市 令到香港继续成为 世界企业上市的一个首选地 虽然说过往市场呢 有意见就是说 港版的SPAC机制 跟这个其他主要市场严苛 但是呢还是认为 现行的这个机制 足以在市场制速 投资者保障 以及市场性力上 拿到一个适当的平衡 而我们在港交所看到 在今年进入2022年以来 好像市场对它这个关注度 好像没有之前在讨论 这个机制的时候这么高了 那么结合币马威这份报告 想问一下这个 那你会这么来看 那个SPAC上市之后 其实对于港交所整个 带来一个变化呢 可能这个变化需要 比较长的时间才可以 逐步浮现过 是才可以逐步的清晰化 至于为什么现在就 就港交所就是正式通过 那个SPAC的那个上升机制以后的话 反而就整个市场讨论的热度 并不是特别强烈 这个跟SPAC在美国 在美国那个热度会有关系 因为在疫情期间 就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 其实那个在美国的新增的 SPAC上市的那个 就数量的确是创了 那个历年以来的新高 这个可能在疫情期间的话 可能就更多的那个公司 尤其是一些没有盈利 或者是就是没有输入的公司 可能就急于可以上市集资 所以就SPAC提供了这么一个途径 但疫情过后的话 尤其是随着就是美国那方面的 对于SPAC由最初比较宽松 到后来可能就是要某些条件方面 就收紧以后的话 再加上其实因为SPAC上市以后 它只是一个壳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在的 所以最终的话 其实它需要把那些资产 或是把一些想要上市的公司 装进去完成了那个去SPAC跨 才可以说是完全的结束 或者成功就是以那个SPAC的途径上市 所以就现在问题就是在美股那边 也是就去就在于那个去SPAC跨的 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DSPAC 因为在那个DSPAC的过程里面的话 其实是需要SPAC的股东 去同意收购这样的资产的 因为之前其实因为有几大 那个DSPAC也不是几大呢 就大部分可能就是就完成了SPAC 上市以后就成功DSPAC以后 的股价走势其实都是相当差的 而且就经过那个DSPAC方式 上市的公司的那个质量 也是参差不齐 就让投资者失望的比例 是占绝大部分 所以在现在为止就就现在最新 在美股那一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SPAC那个受欢迎程度 跟2020年已经差距比较大了 所以在整体年就那个SPAC的原 就发源地美国也好像没有 多大热度的情况底下 港交流现在这个时间 再推出那个SPAC的话 而且是另外就就因为在 同样在亚洲 其实新加坡的SPAC 是推出的那个日期比香港推出的更早 而且那个调缓方面 也比那个香港更宽松 但这个其实也符合就两地市场的 那个就一贯以来的惯例 就是新加坡本来那个上市的 规则条例都是比香港宽松 但是作为亚洲企业好 或是作为内地企业 或是跨国企业也好 选择香港作为上市地的那个吸引力 是远远高于新加坡的 这个跟就条例的宽松没有太大关系 这个跟就市场的流动性 或者是它的极致金额 或是往后的那个交易量会有关系 因为你在就选择在香港上市 对比在新加坡上市的话 从来你在香港可以要到的估值会比较高 而且是极致的金额可能会比较多 同一时间你上市以后的那个成交量 或者是活跃度就会比较显著 因为毕竟香港是在全亚洲里面 就除了日本东京交易所 或者是那个就是内地的A股 两个交易所以外 其实就在亚洲那个成交量 或者是那个值得最大的一个交易所 所以本身的那个优势就已经存在 至于现在这种情况底下 就港交所再推出SPAC 可以激起多少的那个市场话题 或者激起多少热度 未来的受欢迎程度的话 可能还是要看就刚上市 刚以SPAC上市那些企业的后续的发展 因为如果是就是跟美股那个SPAC的情况 就比较内似就是以SPAC上市企业 都是那个普遍值数比较差的企业的话 那很大可能就是港交所这个SPAC 就会变成现在就香港的创业版一样 就是有一点点鸡鸡肋的感觉 就是它存在可能是提供多一个 上市的途径或者路径 但是对于整个香港市场来说 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或者也没有多大的帮助 其实我们翻查数据可以看到 在2020到2021年之间 在支持美国SPAC最大的亚洲投资者来源 其实正正就是香港投资者 所以本身会给市场一个期待 就是说香港的一些投资者 对SPAC的兴趣还是比较足够的 所以说如果在港交所方面 SPAC放开之后 可能大家预期会在成交各方面的一个增长 会带来一个非常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但同时就像艾伦刚才也提到 就是在这样一个SPAC 因为它可能跟这个借壳上市不同 它可能是先做好SPAC 然后再来去购买这些公司的一个企业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这个SPAC的一个股东 我去怎么选择这个企业 我选择企业的这个优质的这个程度 取决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这个可能会给大家是带来很多 不确定性的一个地方 包括当中这个会计师准则跟美国币 可能也会有不同 那么这个真实性或者客观性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也可能是直接影响 SPAC上市企业的一个质素的一个问题 所以您是预期说 其实SPAC就真正上马之后 其实在成交方面 或者说优质企业方面 未必会有美国那样的一个热闹景象 因为我们看其实美国像Lucy的 很多些这个电动汽车概念股 都是通过SPAC上市的 其实在港股这一块 我们是不是说很难找到一些优质的SPAC标的 从而可以带动到整个SPAC的气氛呢 其实不要说香港就在美国 也没有多少是 就没有多少SPAC标的 是我们所谓的优质的 就大部分都是纯粹炒概念 然后炒完之后 大家就已经最快的速度跑 所以在香港的话 就的确你刚才提到 那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就成功就形成一个SPAC 以后的话 你怎么就去挑选资产 或者是有什么资产 是愿意装进SPAC 因为作为一家就还没上市 或准备要上市的公司来说的话 其实它可以选择很多的途径 就比如说 首先它可以选择地点 可以在香港上市 可以在内地上市 可以去美国上市 然后选完以后 它可以选择一个上市的途径 因为也可以走那个正常的 那个IPO的途径 就正常IPO的途径 因为香港现在这种 就是对于就是SPAC 并购的企业 就是那个审查程度来看的话 其实各种的步序过 是要求跟你 真正正常的情况 去走IPO流程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对于 就是企业公司来说的话 就是我用那个SPAC 去上市 跟我走那个正途上市 区别只是在于 如果你做SPAC上市的话 可能你不需要自己 付那个就上市的费用 因为这种囚境的话 那个上市费用 就是由那个 就形成SPAC的那些发起人 去先付了 但是你的代价 就是你要 就是稀释你自己的股份 就以那个发股的方式 去代替你 你就正经把银铛 掏钱出来做那些IPO 但是如果是对于一些 据规模的企业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信念 并不是太大 因为如果是对于家 可能就动辄上市 已经几百亿的企业来说的话 你花可能就几千万到一亿 作为上市费的话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反而如果是用SPAC的方式的话 其实你样力 或者是你最后的那个损失 实际的成本可能会更高 所以就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你是天生就比较困难 去寻找到一些 就是比较优质的企业 如果它本身就已经优质的话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 就它也没有这个动力 或是没有太大吸引力 选择那个SPAC去上市 所以些是什么企业 可能会选择就SPAC上市 就是那些还没变成优质 但是它可能有这样的潜力 但是更多的那个机会 可能就是变成 现在那些创业版的企业 再过是就大部分就是在美国 以SPAC就形式上市企业 就是到最后可能就是没有 就已经没有多大管的那个情况 所以就是SPAC这种的那个路径 一开始可能还是会有某个热度 但这个热度可能更多是一种概念性的炒作 往后可能就是一种持续发展的那个几率 还是充满着比较大的挑战 这个我们可以就持续观看 就是SPAC在美股那方面的动向 在做决定 因为从现在的那个趋势来看的话 其实美股的SPAC的那个前景 也不是特别的乐观 OK 那就从港交所股价上来看 其实进入新年之后 还是在450上下的一个位置 那么就目前市场反应来看 您觉得对于SPAC的反应程度有多少 还是说对于这个话题 大家其实已经不再负予很高的期待了 可能就是它落地以后 就大家已经不怎么管 这张的话题了 反正就SPAC 也对港交所的那个贡献是有限的 但是朝港交所的那个本身的逻辑 或者是本身的概念 其实比如它的改变 就大家憧憬期待的 其实都是就今年跟明年 那个中概股就集体回归港股 这么一个概念炒作 因为这个对于港股呈现量也好 或者是就是对于那个港交所的发行新股的这个收益 其实也有一个显著的那个帮助 而且是那么大量的中概股回归以后的话 其实现在很多在美股的那个成交量 可能逐步也是会回归到港股这边作为交易 所以这个才是对港交所来说就最大的憧憬吧 就另外的话可能就是对港交所来说 可能就中港两地的那个互联互通 可能会进一步的升跨 就是现在来说就可能就跨境理财通 可能会在短时间以内就落地 所以这个的话可能也会刺激到两地的那个 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成交量 这个对港交所来说也会有一些见解的受益 所以就在跨境理财通以后的话 可能就大家还是期待更多 或者更广泛的一个两地的一个互联互通 可能会陆陆续续出台 嗯明白好的 那我们第一节节目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了 我们也去接广告 休以回来之后继续回来跟艾勒聊